你这衣服自己买的啊 有衣服 不是 今天就是公司 公司 我还没说呢 你这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累不累啊 都干个什么呀 你不是现在这看各种资料吗 上 上班就 上班不累今天 也累 先是跟着老板一块去 买这个衣服 这个制服 工装 再一个呢 就上高尔夫球场去练球上去 好 我这八百年都没打过高尔夫 打着肩膀这个时候 肩膀就疼 这第一天上班就买衣服 那公司出钱还是你出钱 公司是工装 公司福利 你这公司可以啊 福利挺高啊 对 这你老板挺注重这个是不是 对 挺注重的 那你老板男的女的 女的 多大年纪啊 跟我差不多 不是跟你说我同班同学嘛 哦 长得漂亮不漂亮 长得呀 漂亮 漂亮 特别漂亮 真的 看谁看了 你看呢 我看觉得一般 你看看你这特别漂亮 有没有气质啊 你说是有什么东西 气质 气质 反正国外回来的呗 还行嘛 就一看就吃午洋饭 喝午洋梦水呢 老喜欢说英语 你穿衣服呢 穿衣服 我见着说基本都是光着 没这么穿过衣服 我当时要穿的时候也还行 穿挺快的 那不穿的时候 脱的时候也脱挺快的 你不就想问我这个吧 穿衣服 人家就是公司老板在上 一块上班 你得问 跟警察派出所查户口似的 你赖子爷 你也没跟我说你老板是个女孩 我怎么没说 那天在咖啡玩我就跟你说了 对不对 我跟你说了我 我同伴同学叫陈杰 你这一听不就是个女孩吗 什么一听一个女孩 我哪知道是个女孩 陈杰 佟文杰 陈杰 有男的叫杰他吗 有啊 谁 谢娜老公张杰 张 张杰她不是这个杰 她不是同一个杰字 你拉倒了 你这故意隐瞒 我没告诉你 我这隐瞒这干嘛呀 我跟你讲 你反正你就是 你就是 行了 我告诉你啊 你呢也不要瞎猜忌 不要瞎猜想 那天我觉得你就是 根本没听清楚 在咖啡馆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了 什么同学啊 那你 你就老想那四十万年 行不行 你什么都没听过 又喝 到这个班呢 可以吧 好 好